美國大學的春季學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受疫情影響 沒有畢業典禮成為了本屆畢業生的遺憾 但有些畢業生卻幸運獲得了特別的畢業典禮 疫情之下 為了讓無法返校的畢業生們 仍擁有一個畢業典禮 美國厄克拉荷馬大學的加迪教授 想起了學校一個傳統的畢業禮項目 他和幾位老師花了幾個小時 將大約5,000名畢業生的名字 用粉筆寫在了校園的水泥路面上 代替以往有學生在排列的場面 大家想要記住 但很驚訝 每天的星期 我們在逛逛逛逛逛逛 我們會找到學生或人家或家人 進行的名字 拿出照片 即使這不是我們期待的職業 或是我們想要的職業 學生們做了全都可以想要的 讓我們在西伏基尼亞州 馬斯爾曼高中畢業的400多名學生 也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畢業典禮派對 穿著蠣袍 戴著四方帽的畢業生 和各自的家人坐在一輛輛保持著社交距離的汽車裡 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到 然後到主席臺領取畢業文憑 週六 白宮也舉行了一場2020年 畢業典禮 來自全美20名的優秀畢業生受邀出席 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發表演講 你應該要很高兇到自己的 為在這段落領的結束 在這段落領的領域 我希望你來得到 為了很多新的一些 來 當今天不應該似乎 不像你以為 你還會圖領著 輝充的愛 和支持 你的家庭 朋友 祝福 我們的國家 祝福 再次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综合报道